本章节讲的是土地开发的市场调查 市场调查依据调查的目的不一样 它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方式 首先我们讲最惯常人家讲的 就是它分三阶 就是买地的时候 或者是打算投资一某块土地的时候 要需要做一个项目可行性分析 或者财务可行性分析 也就重点在于项目 就是这块地的项目是不是可行 那是不是可以获得利润 然后这样的一个市场调查 第二个部分我们讲的是客户可行性 重点是在产品定位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你买到地之后 你今天规划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定位 用什么那个价钱 可以给客户所接受 第三个部分我们讲的是沟通可行性 就是快速成交可行性 也就是针对目前现有的个案 然后以这样的产品 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广告 沟通过程跟客户获取过程 如何在最快速的情况之下 能够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产品给销售出去 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们在提的时候 也有人用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第一种叫做市场资料调查 也就是所谓俗称的空案调查 就针对广域的这一个地方的所有的建案 收集建案的产品跟价格跟去化阶段的资料 然后做一个这是一种常态性的工作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是针对我们针对一块地 是针对一个生活圈针对一个区域针对一个可竞争的一个主体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过去的预售物的销售状态 就是同时同地同规格同样条件的销售物状态 去了解我们这一块地规划什么样的产品 是最要么是利润最大 要么销售时间最短 要么是最安全的做法 所以基本上来讲 比较的都是过去跟现在的现货市场 所以现货市场讲的就是不外就是先建后售或先售后建 那当然也要必须要考虑到中股屋跟新城屋跟预售屋之间的价格比例关系 那针对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就是说假设必然我们这一个要推案了 那推案的话基本上这样的市场调查是针对未来 现在跟未来导向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推案的时候的过程当中 这个地方陆陆续续会有哪些案子预期会在哪一天会推出来 那对我们的影响怎样 总部数怎样 然后研究调查的主体是针对客户跟客户的媒体购买习惯 跟可行的销售天数去做这样的一个组合 所以说以这三个阶段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说单纯 如果说我们把锁定成市场调查是针对价格跟产品的决定 那这三个过程可能就会变成一样的 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所有的资料 第一个是收集过去的所有资料 第二个部分是针对当地的同个生活圈的资料 最后面的部分是当我们去决定下来 也就是说决定下来我们今天要产生什么样的产品 规划一旦也好了 针对销售策略跟沟通策略 跟所谓的活动计划做一个严密的部署 所以在这个市场调查的过程当中 就会要必须考虑说你的市场调查目的是什么 一般苏黎想的市场调查 大部分都是针对工具 也就是市场调查的工具 甚至有的针对市场调查的统计工具 当然我们在做市场调查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些严密的工具去可以作为自己的佐证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讲定价策略 定价的部分可不可以做市场调查 可以 我们除了要对别人的定价的市场调查 我们自己本身在拟定一个水平价差跟垂直加差的时候 客户是不是能够接受 这个缩小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单一的市场调查项目 所以其实市场调查它包含还很广 各位在研读的时候 必须要理解 你的市场调查的目的是为何 那才有办法掌握到市场调查的核心 感谢各位